牙黄口臭怎么办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李现荣 西安市中心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 牙黄口臭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们要分两部分来答 就是牙黄怎么办和口臭怎么办 牙黄呢就是说是 因为牙黄的人他不一定有口臭 另外一个有口臭的人呢 他牙齿也不一定是黄色的 牙黄的原因呢 还有很多 比如说是内缘性的合斑牙 或者四环素牙 那这种的牙黄呢 我们一般要通过做牙齿美白 或者是做牙齿的贴面 或者是做牙罐来矫正它的颜色 还有一种外缘性的牙黄呢 比如说是刷牙刷的不好 牙齿表面很多的牙结实 然后长期的喝可乐 长期的吃中药 导致的这牙齿表面呢 一些色素的一个附着 喝茶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通过截牙 抛光 喷砂 都可以来把这个色素去除 让牙齿呢 恢复正常的光亮 那么这是牙黄 还有一种呢 就是口臭 口臭呢 也分好几种原因 就是说是 我们一般口臭呢 最常见呢 就是口腔卫生不好 比如刷牙刷的不好 或者是有蛆齿 那么刷牙刷的不好之后呢 比如说口腔 有牙结石和菌斑 取始取动里头的食物残渣呢 比如它分解呢 产生一些硫化物 那这些硫化物就是口臭的来源 那这种情况造成的口臭呢 我们一个要加强刷牙 搞好口腔卫生 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去定期做结牙 去除牙结石 还有一个呢 就是要把口腔里的取动呢 冲田 来去除口臭的原因 这是口臭的一个口腔的原因 口臭还有这种全身性的原因呢 第一个就是消化道的疾病 比如消化不良 从消化道这种 产生的这种口臭 还有一种呢 就是耳鼻喉的 比如说有鼻痘炎 或者是扁桃体炎 也会造成这种口腔的味道不佳 还有一种呢 是全身性的 比如糖尿病 那么它也是会有口腔的味道的 那所有的这种全身性的疾病 造成的这种口臭呢 都需要去治疗全身性的疾病 口臭才能消除